可以看到超商櫃台 當時有一名穿著白色衣服的男子正在結帳 而當時還有一名穿著藍色衣服的婦人 正在貨架上挑選物品 沒想到這時候畫面的右方 突然出現了一輛小客車 接著就把整個貨櫃以及架上的物品 全部往左邊衝撞 而這時候原本還在畫面裡頭的藍衣婦人 也消失在畫面裡頭 讓現場所有人全都嚇了一跳 而這起誇張的車輛衝進超商的意外 今天中午12點半左右 就發生在高雄人武區的仁慈路上 而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而經過詢問才知道 原來55歲的王姓駕駛 當時自稱要停車在門口的停車格 但疑似車輛故障導致暴衝 而經過酒冊這名駕駛並沒有喝酒 因此是車輛故障 或者是人為操作疏失 警方還要盡力不釐清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還好沒有人員的傷亡 成了這起意外中不幸中的大幸 以上是我們有說張華大的情況主播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